教科书设计科272页第13题 线圈ABCD如图所示 在池墙内 下面哪个方法可以令线圈产生感生电流呢? 我们先看看第一个方法 纯粹将线圈向左移动 当你移动到这边 现在线圈内有9个交叉 我的意思是 池通量等于B乘A 你的B没有变过 你的面积没有变过 根本就没有池通量的改变 因为法拉第电池感应定律说 如果你只有一个线圈 就不用你的N 就是有池通量的变化 随时才有感生电压 现在有两样 你移动过去的时候 两样都没有变化 所以就不会变化 所以第一项是卡叉 第二项 第二项 如果不断加强池墙 便会有 因为后期的池墙 池墙 是会等于一个大一点的池墙成面积 早期的池墙 是会等于一个小一点的池墙成面积 因为B2大于B1 所以持通量的变化 即是后期持通量 减前期持通量 不等于0 即是大减小 有个数值 所以根据这个公式 是会有感生电压 第三项 以DA为一个转軸 就去转线圈 我们就这样看 如果现在方形和圆形都很接动 就是如果现在这个线圈 就躺在这张纸上高 现在就是红色的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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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现在的红色是最大的 但如果你将它转着这个圈 你这样转 当你这样转 转到我现在这个位置 你会出现一个情况 就是现在线圈 刚才我们做到的东西 就是线圈在这里 磁场这样刺进去 所以磁通量是最大的 但是我刚才就做过给你看 如果以DA为一个转轴的话 转到它过来 就会断了 线圈这样动直了 磁场就会这样 这个就是cosi0度的情况 因为发线 和磁场平衡 这个情况就是发线 和磁场垂直 这种情况 后期的磁通量 就是bAcosi90 就是变成0 这个就是最大的 这个变成0 就是我们将它延伸 在整个过程里 其实磁通量一直减少 所以如果你这样转的时候 其实是会有磁通量的变化 所以是会有感生 是会有感生电压 所以答案就是23 差不多 突然 呼叙 感谢观看